路由鐵路行駛不論白天黑夜 台鐵人員守在第一線拼搶通 夜班津貼每班一百二十元 零軌作業人員危險津貼 每小時四十元 基層人員等不到漲薪水 但台鐵高層卻是一口氣漲五萬 台鐵公司化以前 局長本薪是六萬兩千五百四十元 加上專業加給主管加給七萬多塊 若還算上流財津貼兩千元 總計月薪十三萬四千七百元 公司化後從今年一月起 調薪為十九萬一千三百八十元 等於是調漲五萬六 調薪幅度高達百分之四十 讓員工大探高層才是公司化最大贏家 我們看到上半年 我們財源公會甚至為了車漲八十八元的薪資 今天要去抗爭 要發動不法休假 但是台鐵公司高層卻可以前幾個標課 就可以供五萬多元的薪水 這個是我們完全沒辦法接受 台鐵安全改革員工低薪問題 還沒解決董事長總經理先漲薪水 台鐵產業公會要求交通部行政院 主動介入凍結調薪案 國營事業的這個董事長跟總經理的這個薪資部分 都是全國都是一致的 那至於我們現在禁用的從業人員的這個薪資呢 我們已經暴奉這個這個行政院 稍微核定下來 台鐵基層從業人員薪資待遇 已經報請行政院核定 而公司化錢的員工 若公元明年調薪百分之三 從業人員也會跟著調 但對比高層漲五萬 恐怕仍就讓基層糞糞不平 三星留意科普圈台北層部到